毒城被警方突袭 在11号晚间 一名男子在花莲的一间旅店开毒趴 警方掌握情资前往突袭 当场人将聚获 抓到了这名男子 同时也搜出毒品跟多把刀枪 但是这名男子一开始却辩称 他只是因为对生存游戏有兴趣 才会买来这些刀枪是要搜藏的 但警方早就掌握证据 以现行犯将他上号逮捕 他叫他叫 多名远警攻入旅店房间 只见一名男子裸上身 在里面开毒趴 立刻上前压制逮捕 但过程中男子不断挣脱 远警持强贺令 并强力压制下 他才乖乖配合 警方见到一旁有毒品和刀枪 询问男子 但他辩称只是对生存游戏有兴趣 才购买收藏刀枪 毒品来源则不清楚 但警方早已掌握证据 他就是毒贩 这名男子11号在花莲吉安乡 一间旅店开毒趴 警方晚间依据情资 前往突袭 当场成功逮到人 男子租旅店开毒趴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人发现 没想到被警方突袭 人赃巨货 逃也逃不掉 记得陈金叶花莲报道